汉光第39号演习第三天聚焦北台湾 总统蔡英文来到桃园练油厂 来视察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演练 模拟面对威胁时该如何应对 尽管前一天才验出了阳性确诊 身为三军统帅的蔡总统 依旧是坚持亲自到场 展现对汉光演习的重视 总统也在府内接见来自欧洲议会的访团 全程佩戴口罩 遵守自主健康管理的规范 象征敌军的直升机飞过 瞬间枪声打坐 官兵们就地找掩护 抓准时机反击 要是碰上空拍机轻扰 直接用干扰器打下来 汉光演习第三天 在桃园练油厂进行国家关键基础设施 防护演练 模拟敌军攻进 我军如何应处 身为三军统帅的总统蔡英文 头戴钢灰 身着军装 每个细节都仔细紧盯 桃园炼油厂是国家第一级的防护目标 纳入炼油厂的防护演练 就是要设想可能遭遇的攻击 或者是灾害 来建立周全的应变的对策 听得出声音有些沙哑 蔡总统周二验出确诊新冠肺炎 休养一天症状缓解后 依然坚持照原定规划 亲自视察汉光演习 紧接着回到府内 接待来自欧洲议会的访团 借这个机会我要感谢欧洲议会 这几年来透过各种行动 来关注台海的和平稳定 外宾暖心的问候 蔡总统也全程佩戴口罩 避免近距离的握手寒暄 在自主健康管理的规范下 继续做好国家领导人的工作 记者 林轩姐 杨维达桃源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